一个做生意的老板做了十年二十年 现在连一百万现金都拿不出来 老板这绝对不是社会的错 是谁的错 是你的错 开一家餐厅需要一百万 就是开一家餐厅需要一百万 现在你自有资金八十万 还缺二十万 请问你现在怎么干 来你看一下绝大部分人怎么干 第一部分人借二十万 找自己的朋友 自己的亲戚 自己的员工 借二十万 凑一百万 开业 这是第一种人 第二种人什么告诉我 融资 怎么融啊 出二十万 我给你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各位老板同不同意吗 老板这两个都是错 老板都不是首选 这样做生意是没得路走 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我把它称之后 叫什么权 告诉我 价钱 价钱是最差的 也就是借钱一定得还 你不还就有人告你 这叫民事法律责任 各位同意吗 所以这是最差的 第二个叫什么权 告诉我 股权 其实股权也不是最好的 为什么 因为股权是要出让企业所有权和企业的经营权为代价 企业之所以值钱 无非就三个权 第一个叫什么权 叫经营权 第二个叫分红权 第三个叫所有权 这叫企业的三权 今天老板为什么做得很大劲 尽管你没钱 你也很大劲 因为你手上有三个权利吗 经营权吗 我想开除你就开除你吗 同意吗 赚的钱是谁的 我的吗 分红权吗 第三 这企业是谁的 我的吗 所有权吗 同意吗 所以你看今天 但是你只要招股东 是不是要把这三个权进行稀释和转让 所以股权也不是最好的选择 比这两个稍微好一点的 第三个一定是招商 招商招的不是招大理商 招募的是商业的活博人 这个很简单 你来我这投什么十万块 一我给你十万块钱的消费卡 第二我再给你十万块钱本地的生活消费券 三你成为我的封红股东 享有本门店5%的封红 四然后你来我这消费 可以给你打什么八八字 知道吗 就有人从你钱 但对如你来讲 第一你欠了欠他的钱 不欠 没有赞权关系 第二你有没有牺牲你公司的所有权 没有 有没有牺牲你公司的经营权 没有 所以你还是这家老板 这家公司 百分之百的所有权的控制者 所以这是你通过什么 告诉我招商 招商也可以获得现金 招商比股权融资 比赞据融资 回钱速度还要快 还要好 那关键是你会不会 所以最好的是做项目控制 这是最好的 它既不是招商 也不是股权融资 也不是债权融资 它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项目融资 也就意味着 我手上有这个项目 我准备怎么做 你投钱之后 我跟你怎么分 没有任何其他中间的代价 能把项目讲得好 并分析得好 并把它诺言得好的人 都是高手 具体怎么落地 怎么来用 答案在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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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